今天玩的是電鍍蛙 那我們的配置是用上一集影片 觀眾建議的 飛行太金突擊背心 然後技能也照他說的 突襲10萬伏特 太金爆發跟 拋物面充電 因為突擊背心的關係我們的特防會提升50% 那配上我們電力轉換 電鍍蛙就可以作為一個良好的遊擊手 對方特攻技能打過來的時候我們就換上電鍍蛙 讓他觸發電力轉換 電力轉換就受到傷害時 會變成充電狀態 電屬性招式會變成原本的兩杯非常的強 例子也是照他說的HP跟特攻全慢 那剩下4點就看你要配在特防或是防禦應該是都可以 對面陣容是長矛巨魔氣勢猴火神兒三手惡龍 瑪麗陸莉跟土王 因為對面有長矛巨魔的關係我就會 直接首發肯太羅 那他發完光牆或反射壁的話可以直接撞碎 電鍍蛙就是作為一個 火神兒出招或者是三手惡龍出招的時候他都可以上來扛一下然後 反打一波轉手為攻 而且肯太羅同時是可以對付三手惡龍的 那我這邊最會直接派三手惡龍去 補最後的傷害啦 這邊第一隻派的是火神兒 那肯太羅的速度是跟火神兒一樣壞 不過我的性格是加在了速度上面所以我應該會比他快 那這邊我是打他沒有什麼打點啦所以我會選擇先換角色 其實可以選擇換上三手惡龍啊他如果火之武打過來是打不死我的 不過我是有點怕他直接用蟲銘啊 他如果蟲銘打過來 打三手惡龍是兩倍 是有點聳啦我是怕他 不知道哪根筋不會打蟲銘所以我就選擇換電鍍啊搞不好他 打火之武或是打蟲銘過來都可以 那我電鍍啊就會觸發電力轉換 OK他選擇了換角 其實前面換角也蠻合理的 就是先 探查一下對面的 他有哪幾隻 換氣勢龍上來 其實氣勢龍會相對麻煩一點因為 只要他不打我我的 電力轉換就不會觸發 他可以一直疊劍門最後一發扁過來 我可能扛不住 那我這邊是考慮直接換三手惡龍上來因為他會帶吸取拳 那打我是有double沒錯 但是他 傷害是打不死我的 我這邊換上來他應該會先用挑釁或劍美 那我下一回直接流星群流星群打下去他不死也會慘 沒錯他這邊加了挑釁 因為他是沒有派長矛巨魔幫他套盾的如果有套盾的話我覺得一定打不死 那這邊只怕沒命中而已 我這邊直接太金化了 那 太金化的 氣勢猴通常都是 普太或者是 我比較常遇到是普或者是賭啊火 比較少遇到 但是 基本上沒什麼差 完了 完了好像被揍一拳勒 還真的沒什麼差耶因為都不會中啊 完了 這裡這樣再扛一拳人就要倒了 那我這邊直接派電鍍挖上來啦因為我覺得他會再次的吸取拳 雖然我的流星群打中他我感覺他真的會死啦 但我是又怕到時候出了什麼點意外 那這邊先扛一拳觸發電力轉換之後 10萬福特 這個感覺可以直接把他收掉 我覺得他勢必得換腳那我這邊會選擇直接交10萬福特啊因為泡物面 充電是可以回血沒錯 但是我覺得 應該打不死 他換腳那也還行 這就逼他換腳 火神兒的話 火神兒的特防相對高了一點 這邊打到紅蟹沒死 這邊要 先吃他一次的技能 所以他還要再換 估計是不可能再換的啦 那我們這邊選擇泡物面充電吧 就算加減能回一點是一點啦 原本是在考慮不要突襲啦但是我之前用突襲的經驗就是 打了剩一小格 這突襲感覺是要防那種 帶氣勢替代真的剩一小格的時候用的 沒錯這邊就回了一點 真的是一點而已大概7滴 那他就剩下氣勢猴跟另外一隻不知道是誰 他如果派氣勢猴上來的話 我感覺是可以直接跟他正面硬扛 我感覺到三手惡龍 雖然我是帶突襲背心啦但是我已經 半血了 我怎麼覺得扛一發會直接倒 所以我們一樣選擇換角換肯泰羅上來 因為肯泰羅是有特化過的 三手惡龍一發吹不死他 那我的速度比他快我近身戰反打一波 他腳流星群我都死不了 他爽了他腳二隻波動 那這樣更好 血耗很少 這個 我這肯泰羅都是有調過的啦 專打三手惡龍 這邊直接近身戰 他也換得下去 那這邊是氣勢猴會上來 氣勢猴因為轉了火所以我是碰得到他的 唉唷還擊中要害 OK那我的速度也比氣勢猴還快 感覺他人要沒了 這個 肯泰羅一隻比他們兩隻都還快了 那我們就腳地震比較穩啦 就算他換三手惡龍地震打不到他但是我速度比他快我再用近身戰就好了 這邊一樣用地震 剛才如果沒有靠賽一個命中要害 好像也還是會贏啦 好像也輸不了 玻璃色掉倒地 那我覺得你要玩氣勢猴的話是一定要配長矛巨魔的 不然他真的真的彈不出 所以我帶肯泰羅只要遇到長矛巨魔加氣勢猴我好像很難輸耶 他以為這個氣勢猴是沒有盾在保護的 真的慘 好這邊就選擇投降 那第二把這邊是三手惡龍 迷你Q炎絲 聚靈賽富豪 敗陸球菇跟魔幻甲麵喵 那我們一樣首發肯泰羅 因為 打三手惡龍打魔幻甲麵喵打賽富豪 或者是打敗陸球菇 肯泰羅都是有一定的優勢的 第二隻就派電鍍啊 因為電鍍可以扛賽富豪 那你可以上去頂炎炎然後觸發 電力轉換 或者是 擋這個魔幻甲麵喵都頂得住 那最後一隻就一樣派三手惡龍 去補最後的傷害 現在肯泰羅真的變我的愛用角耶 這首發蠻好用的 OK他上魔幻甲麵喵 那我上次是有遇過一個魔幻甲麵喵他直接用拍落把我的文幼果拍掉 我本來想說他應該會換所以我放鬼火 結果他上次直接一個拍落我的文幼果直接被拍美了 所以這邊就直接考慮想要繳晉身戰 因為他如果待會 就算真的換了 譬如說換賽富豪換岩石巨靈 換三手惡龍 晉身戰打他們都很痛 OK這邊叫極速則反 其實也不意外 這才是正常魔幻甲麵喵該有的樣子 只是他這邊就相對難選因為我覺得他一定有剛才我說的那幾隻 沒錯 原石巨靈 頂一看看 我頂的半血 只是因為他應該是帶吃剩的東西所以他回 回一個 我待會撞他又不會死 然後他又可以用自我再生 沒關係我們這邊再撞一次 搞不好 他發冰 就是按個鹽鹽什麼的 沒錯剩一小格 那這邊一直降防禦 其實是 是被打到會蠻痛的啦 但是因為 他放鹽鹽的話他也一定會死 所以我們也沒在怕 這邊選擇威脅 看來他沒發病 不然他鹽鹽一個我撞下去他要死了 他這邊勢必得換腳因為一直頂一直頂 跟他頂頂不完 他血量也到了一個安全的點所以我覺得他會放鹽鹽啊我們這邊放電都挖上來 被鹽鹽到可以觸發電力轉換 狠狠的電他 因為他這邊放鹽鹽的話他如果 沒守住 哇這邊直接腳太近了 他放鹽鹽他如果沒守住的話他會被我電一波很痛的 是幽靈啊 那我覺得他 大機率有帶詛咒 那就是詛咒自我在生鹽鹽 跟一個不知道是什麼 OK沒錯這邊鹽了 電力轉換觸發 他轉走為攻 那我們就直接給他電下去 這邊總是可以看他的血線啦 那原石巨靈他有可能特防會全部帶滿 所以史蘭福特電一發不會死 所以我們就 先電一下 泡物面充電 回個血 看他會不會換 他沒換喔 這個血線 以這個血線來說有可能用10萬伏特會剩一小格 那我們這邊回血 哇他竟然是用替身啊你沒 你體力不夠了 那因為他體力不夠的關係 技能就沒放出來 我這邊要繼續扣血所以我電力轉換是等於沒觸發的 那這邊繳10萬伏特 好了 小燈史蘭福特有機會電爛 OK換角 他如果換魔幻甲冥苗的話電他是1%沒電死 再加上我的電鍍他身上有炎炎所以 是可以換角啦換肯泰羅上來他不管是 胎弱還是千變萬花打肯泰羅都不太會痛 我也是有遇過魔幻甲冥苗帶吸鬧帶皮瓦什麼各種奇奇怪怪的都有 那他就算吸鬧我我應該也是死不了 我還有果子可以吃 我這邊繳千變萬花 這樣打我是不會痛的 而且因為千變萬花他的屬性只能變一次除非下場 所以這邊已經固定是草鼠了 他用其他技能打我也是沒有傷害加成 我還敢繼續繳千變萬花啊 我記得他還有一隻還沒有出出來吧 他這也是不可能出岩石巨靈 但是 也沒辦法再繳千變萬花吧 除非他第三隻也扛不住我 然後這邊文誘果直接觸發 威脅怒鳥 他打算把魔幻甲冥苗送掉 要看他第三隻是什麼吧 因為肯泰羅速度是真的挺快的 最後一隻可能頂不住 頂不住挨兩發 喔沒錯 賽富豪 賽富豪的話我好像連換都不用換 怒牛一發他就要倒了 除非他帶的是講究圍巾會比我快 他如果在講究圍巾的話 他傷害應該是不夠打死我 那他沒有 怒牛竟然沒死 這個人好狠他帶蒸氣彈 想靠賽 命中率70 但他非本屬 我覺得他蒸氣彈好像也打不死我 那就一樣第二發怒牛了 OK 投降 對面是蒼顏任鬼 魔幻甲冥苗多龍巴魯 拖岩石巨靈 陸地水母跟暴鯉龍 那我自己 猜他第一隻會上蒼顏任鬼啦 先派電都要上去墊墊他然後快龍跟迷你Q做最後的收頭 他第一隻派的是暴鯉龍 讓電都要狠狠的把他墊爛了 但我覺得他也是有可能直接轉泰金直接扁我 所以 就是泡物面充電跟史蘭福特選一個 那我最後是選了泡物面充電其實選史蘭福特好像也不錯 因為他也是有機率換角換角史蘭福特打人會比較痛 OK這邊泰金化了 不然他被墊是墊4倍啊 那卡不住的 這也是換那個呢 這轉妖精 不會給泰金爆發吧 跳龍之舞 那就比較麻煩一點了 看這邊能墊多少 那這個血量 其實我是覺得我不太可能去換角 因為我覺得他好像會帶泰金爆發耶 換快龍上去要扛一發泰金爆發 雖然是有 這個多爽靈片 但 我就想說繼續墊墊看他 我還繼續跳舞喔 因為換迷你Q上去等於畫皮要送掉啦 那我的迷你Q是想要 扣著去對付多龍巴魯托 哎唷麻痺了 待會就來個 我們來吃果子 有沒有想說待會就來個麻痺動不了 史蘭福特電爛 這電一下應該就要死了吧 他這邊應該會扁我啦 他知道他被電一下就要死了這邊要準備開扁我 所以選泡物面充電就做一個回血吧 不過我剩下的4點是點在防禦上然後 然後我的特性 我的性格啦我的性格也是 加在防禦上面 泡物面充電回血 OK有點少 因為他血沒剩多少 他竟然敢直接轉太金點尾 他直接換角感覺都比較好 我們派的是 多龍巴魯托的話 就要換角了 被龍劍吐兩發就要人不見了 我們這邊換迷你Q 他也是有可能是 潛靈奇襲 那我就再換快龍上來頂潛靈奇襲 不要讓迷你兔的畫皮浪費掉 OK龍劍 什麼都沒吐到 我覺得他這邊應該就會想交潛靈奇襲了 所以我們這邊用影子偷襲去打他一下 然後潛下去之後我們再換快龍上來 去扛那次的傷害 這個影子偷襲應該是帶不走吧 OK黃血 再扣了一丟丟 哇他竟然是用鬼火喔 蠻特別的這個多龍巴魯托 只是他鬼火是破不掉我的畫皮耶 你覺得他弄個隨便一招都比鬼火還要好一點 他這個血量他是一定得死的 而且這樣就可以拆出他大概特性不是帶穿透 不然他就直接扁我了沒道理還在那邊鬼火 順便直接打第2發就好了 不用怕 嗯那邊突襲 果然是沒有穿透 化皮掉了 那我的迷你Q的任務也算功德圓滿 他本來就來針對多龍巴魯托人 可是我沒想到這個多龍他 帶鬼火 他是他沒有帶講究道具的那種 其實帶鬼火就不可能再講究道具啦可是 這樣子玩感覺就沒有這麼的強 那他就剩一隻而已勒 蒼顏任鬼 果然有蒼顏任鬼 那迷你Q感覺是可以直接叫影子偷襲 因為他應該是帶氣勢皮帶的 那他如果叫影子偷襲我也會死 你趁現在 讓他氣勢皮帶沒有用 還是他這邊會直接那個 鬼怨劍直接開吸 也不是不可能 毀念劍 沒錯開吸了那吸的回來嗎 OK 沒吸回來 看來這個迷你Q算是有達成他的任務啦 感覺還不只達成耶還多打一樣耶 都可以記家獎了 那這邊派電鍍阿上去對付他 因為他是沒有劍五過要扛我一下不死 我直接回血回起來 我直接變 血量優勢 他轉太精靈也沒什麼樣 我們 把外面充電電一下 他這魂已經想要回回來耶 6D OK 這樣子電他應該會觸發氣絲匹帶吧 然後我可以回血 應該可以回蠻多的嗎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少玩 我以為他會直接被我打到殘血然後觸發氣絲匹帶然後 我回血回很多耶 啊怎麼變這樣 完了 他一下我就要死了好像要繳突襲耶 其實剛才那種的話剛才繳十萬伏特會好一點 突襲好痛 沒想說繳突襲然後叫快龍上來收頭這樣 這個這麼痛喔突襲 電路要直接散他一巴掌太狠了吧